秋華 大家好 歡迎收看創富激發點 Sony 見到今集也非常多議題 影響著我們的港股走勢 首先說的是美國總統奧巴馬 推出一個刺激經濟措施 令港股今日高開85點 其後內地公佈CPI 8月份通脹數據也好有回落 按年升了6.2% 現在市場也說是否見頂回落 港股也在2萬點增時 但其後A股好像弱勢 港股之後也回軟 恆生指數今日收市報19,866點 跌了46點 成交也是淡淨 成交有496億 現在市場也受到很多政策或消息影響 所以到底下星期的走勢怎麼看 一定要請教Sonia 你又怎樣看 下星期來說 有機會走勢是比較偏遠 原因是因為今個星期 有很多政策或數據推出 大家都有一個憧憬 做得比較好 但其實現在所有政策和數據都公佈了出來 市場願不願意收貨 其實今天都很顯現 走勢就不太好 其實你看到 今天美國總統奧巴馬 推出了一個刺激經濟措施之後 大家好像真的不太收貨 因為他都是以創造就業做主打 四千多億的措施當中 有一半都是說要來減稅 還有一些增加基建的措施 我看到為什麼市場不收貨 因為你看看港股 今天升得不太多 而外圍好像是美股昨晚 因為聯儲局主席白藍克 他都沒有什麼說 都沒有預示到 接下來會不會推出QE3 所以看到道指的升幅也不大 所以應該不是升 昨晚是下跌的 收市的時候 所以現在大家都正待 9月20日、21日 會不會再推出 第三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 所以是不是預料 下星期我們的港股市況 都相當難看 其實都會 因為9月初 你剛才所說 9月20日和21日才是議息 都看到中間還有十多日 幾個交易日 這方面 其實下星期 始終是連接著一個假期 其實大家對於有個入市意欲 相對上應該都會薄弱了很多 現在其實你說市況每兩邊走 其實有機會都有 因為如果來由技術上去看 恆之去到現階段的水平 其實就剛剛就是保利卡東道的中族 多數如果說在中族以下 去那方面的話 其實就是比較弱勢 如果說在中族以上 當然是比較强勢 其實近幾天的交易日 都徘徊在中族那裡 其實都很明顯 大家對於後市的方向性 不是那麼強 下星期始終都是有個假期 在中間 即是星期二那天 中秋節假期 中秋節翌日 所以都令到 我想相對上市況 其實應該都不是那麼穩 即不是未必那麼清晰 指數上有機會 就是支持力度 就是一萬九千三百點 上網的空間都不會很多 應該就是二萬零五百點 這些水平 其實阻力應該都會很大 所以應該都在這些區間中 都會先徘徊 其實剛才我也有看到 現在市場的確是憧憬 聯儲局在議息會議 即9月20號、21號 推出新一輪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 但你看看其實還有那幾星期 即就算過了下個星期 應該是怎樣 其實都是 尤其是在波動市來說 現金水平一定要提高一點 因為其實外圍只要一個消息 一些風吹草動 其實令到很多股份 其實都是向下走下波 所以其實如果現金水平不足夠的話 其實風險都會比較高 所以建議在投資組合裏來說 兩至三成來說 其實都是以現金為主 Cash is the king 絕對對 但你說剩下的七、八成 究竟是持有什麼股份 其實在今次來說 今次的跌浪 其實都給投資者 可以重整自己手上的投資組合 如果你說之後 第四季或者甚至乎明年 投資組合有什麼股份會比較好 你剛才也很厲害 講到高息股份 其實在現在市場來說 高息股份也很重要 因為之前其實白蘭克也有說 未來兩年都維持低息 其實就是整個大氣候都低息的話 高息股份對於回報和風險 其實都是有一個保障 明白 所以當中如果說 現在市面上的股份有哪些高息呢 當中都可以講到中銀香港 甚至近日撐著市的中國移動 走勢也是比較好的 其實中銀香港還可以受惠於人民幣業務 可能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記住Sonia的建議 兩至三成就是現金 其餘可以選一些高息股票做投資 策略我們就講完了 Sonia其實今天內地公佈了CPI 即經濟數據 其實都見到8月份的通脹率 去到6.2% 比起7月份的時候有回落 7月份就是6.5% 回落了0.3% 現在市場有消息 有意見解讀為 是不是真的通脹已經見頂回落 是不是內地收緊銀金的措施可以放緩呢 你又怎樣看 再次看